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view.js 这个框架,这两天我感觉学的不错 不是很难,今天咱们继续学习 今天咱们的主题是,大家请看,非常的简单 叫做按钮事件 就是说,咱们在网页上有很多按钮,对不对 当用户按下时,会发生什么东西 今天咱们就学这个按钮事件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知识点很简单,就一个,叫做微减按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为咱们页面上的空间绑定各种各样的事件 大家请看,正好我这已经写出来了 为页面元素绑定各种事件 这听起来多费解,这什么意思呀 对吧,是这样 就是说,咱们尽量简单的说 就是说这页面上有好多的空间 比如说按钮啊,文本框啊,等等空间 咱们呢,为这些个页面元素呢,绑定各种事件 什么叫事件啊 比如说,像我写出来了 key down,key up 就用户按下按键 用户抬起按键 好click,用户点鼠标 用户双击鼠标 然后是空间装载,页面装载等等 这个呢,叫做事件 一开始吧,就是说 咱们这个页面上的空间啊 是没有任何事件的 他不想任何事件 那咱们比如说,想让一个按钮 想让一个文本框 响应,比如说按下事件 鼠标按下事件,该怎么做 那么就需要用到这个V-on 这个标记,这个标签 给这个空间呢,绑定上相应的事件 这是这个V-on的意义啊 咱们现在看一下例子 有人说这个太难理解了 没关系 一看例子,咱全明白啊 首先说,咱们例子很简单 一上来,先定个DLV,然后呢,是个MyAPP 就是对应咱们这个MyAPP 这个呢,和前几期呢,完全一样 没有说的啊 然后咱们大家注意看 我第一行有一个自然断P 这个自然断P写什么 咱们看啊 您最喜欢的游戏是 因为我这个频道 不光做这个IT教学视频 还做游戏视频 所以我这个 所有的教学里面的例子 咱们都拿游戏举例子啊 有字有味,挺有意思啊 咱们看啊 您最喜欢游戏室 是什么呢,不知道 这是一个页面上的变量 MyGame 这个MyGame在哪定义呢 在Data属性里面定义MyGame 默认呢 我写了一个叫做超级玛里奥 其实我也不太爱玩玛里奥 反正我在这么写啊 玛里奥也不错 我小时候玩的多啊 好,叫超级玛里奥 然后呢 这个是页面装载时的默认值 这个默认值呢 当页面装载时 会显示在这个自然断里面 那这个自然断会看到 您最喜欢的游戏是 超级玛里奥 然后有的这个朋友说 我不喜欢这个超级玛里奥 我喜欢我的世界 是吧 我喜欢DQ 勇者斗我龙行不行 没问题 这个页面咱的功能呢 还给这个页面中 我增加了 大家请看 四个按钮 要是每个按钮呢 绑定一个按钮吗 咱们绑定什么事件 Click 鼠标单击事件 对不对 咱们请看 我用V-on 这个是Vue.js的标签 然后加上一个冒号 然后绑定咱们想要的事件 比如说 这个按钮 我想让它想用 这个keydown事件行不行 没问题啊 不过这个按钮 它怎么想keydown 我还没想明白啊 反正默认的按钮呢 一般就是click 要么就是double 就是双击单击 这行 要么就是左击右击 这行 keydown keyup 我还没想到怎么实现啊 好 咱们比如说 为第一个按钮呢 绑定了 一个叫做这个click的事件 这click呢 是通过这个btnclick 这个方法呢 来实现 咱们看一下啊 这个btn的方法呢 在这个btnclick方法呢 在下面叫做messor的 这么一个属性中定义 这个messor的呢 也是这个view 这个对象的 其中的一个属性 和这个data 它们是评级关系 在这个messor的里面 咱们大家请看 我定义了一个java的函数 这个函数名呢 叫做btnclick 正好对应 咱们按钮 按下事件的 这个处理函数 这个btnclick 和咱们函数名 这个地方 是一对应的关系 这个大家咱们请记住 然后咱再往下看啊 这个函数呢 我设定了一个参数 pname 这个p啊 其实没什么意义啊 咱们可以列为参数 就是参数name 这么一个变量 一般我呢 喜欢在这个参数里面 都加上一个p啊 说明啊 这是pilometer 这是参数 然后参数 后面再跟参数名 比如说 姓名啊 年龄啊 大小啊 出身啊 等等 咱们再跟 目前呢 我这有一个pname的参数 这个参数传什么 咱先不管啊 咱们先看 传进来这个参数呢 我付给数据属性的myname 大家请看 我就用这行语句 把它付上去 换句话说 用户在这输入各种各样的游戏名 我在这个地方 会把用户所点击按钮 所传进来的游戏名 传给咱们data属性的myname 变量 就可以了 这就是咱们这个函数的作用啊 好 那咱们再回到html的部分 咱们看啊 一个按钮 当它点击时 调用btn的btnclick的函数 然后当是我的世界 这个按钮的时候 会把我的世界这四个字 作为参数 传给这个函数 同样 勇者斗沃龙 塞尔达传说 这都是我喜欢玩的啊 魔戒战技 魔戒战技卖的比较贵啊 最新的应该是魔戒战技5 我这写个5啊 好 咱们会把这些个变量 这些个游戏呢 游戏名称 传给这个btnclick的这个函数 好 那咱们大家注意看 我呢 通过v-on 冒号绑定click事件 这个没有问题 咱们最后看这个啊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是用一个at然后click来绑定 这行不行呢 完全没问题 这个at其实就是 看啊 这个at其实就是这个 v-on冒号的什么 缩写 缩写啊 有人说我这得敲几个 我这得敲六次键盘 不是不是六次啊 这五次 太累了 那怎么办 那您再就敲一次就行 换句话说 我这这几个地方 我都改成at符号行不行 完全可以 好 这个是咱们这个程序 大概的样子啊 咱们现在呢 去执行一下它 看看是不是能达到 咱们想要的效果 我把它拷贝到 咱们这个空的html 文件当中 好 现在咱们运行一下啊 好 哇 还没有啊 咱们现在是05课程 然后咱们点击这个index 大家请看 出来了 嗯 画面装载之后呢 显示的是 您最喜欢的游戏是 超级马里奥 为什么 这个地方 咱们传的是这个mygame变量 mygame变量默认的是超级马里奥 所以呢 显示超级马里奥 是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当我点击任何一个按钮时 它会响应相应的游戏名 咱们试一下 比如说 嗯 我玩萨尔达 哎 大家请看 变成萨尔达了吧 变了吧 很神奇啊 咱们再点这个魔戒战技 也变了 非常简单 和咱们预想的呢 完全的一样 换句话说 这样呢 就是说 让咱们页面和用户呢 有一个沟通 这就是沟通的途径 就是这个代码 非常的简单 嗯 不知道您听明白了没有啊 嗯 我呢 可能讲的有点快 嗯 我呢 今天的这个原代码呢 也放到了开源中国的Git服务器上 请您参照 那么好吧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